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主持 馒头 馒头啊 很爱好吃 炸的话 更好吃 炸馒头 您怎么说呢 Deep Fried 馒头 炸馒头 Deep Fried 馒头 这下还有更好吃的东西 再等着您了 不要走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东昊 又见面了 我们今天啊 还是这个 我为奥运县美食特别节目里面 涌现出来的各地的选手 在这儿给大家聊一下 今天这位选手啊 叫鲍娃 这鲍娃姨啊 来自杭州 杭州菜啊 做得很细腻 而且包阿姨呢 很有创意 她说今天要做一个花式鱼排 包学生来自杭州 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杭州的美食 花样鱼排 她的厨艺格言是 用美食为奥运加油 天天饮食 我们奥运县美食来到了杭州 有一位阿姨不但菜做得好 狮做得更好 这样是怎么回事呢 白菜 白菜 汤运县美食 汤运县美食 民奥运 成事为奥运处理 为奥运处理 但是杭州的厨艺爱好者 报时曾阿姨 带来了东海边上的小黄鱼 献给我们的奥运选手 要知道 杭州人做起鱼肉菜 可是非常的费行啊 如何将小黄鱼做的外表 金黄肉质细嫩 看包阿姨的操作吧 今天做的这道菜 美食自己独创的 叫做花式鱼排 咱们介绍一下主料副鱼 这个就是小黄鱼 这个就是四人花 这是鸡蛋 味精咸盐 料酒 胡椒粉 生粉 面粉 加上生姜 我听到您的这个寒谱 是这个特定的 跟包阿姨说不要紧张 他说咱们齐铃松 拍完以后 回去抱着小孙子看 他说小孙子一米八五了 小孙子抱着您看 然后这样边做边聊 我给他下手 第一步主要要腌鱼 对 不绝是鱼 主要是鱼 这个鱼呢 我现在已经给它切好了 脑袋 因为奶奶的鱼呢 去掉了这个边刺 破好那个内脏 去干净 鱼锅都 然后呢 鱼锅 然后呢 把从这个内脏 头去下也 从中间的那个鱼锅上 披下来一片 反过来 再把那个中间的 大鱼刺给披掉 这样子就没有刺了 它就 就 肉头了 刷好以后 现在呢 我们要那个放上那个盐 盐 好放一点 现在最要要讲究清淡嘛 对 再刷刷一点味精 鱼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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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火 韩火不飙水 鱼锅 很清洁的 料酒多一点 再生姜 点 嗯 去腥啊 去腥以后呢 就给它粘一下 抓一抓 刷一刷 抓刷你 等一下这个出来的这个水呢 跟着它的腥味就跑掉了 给它被掉以后呢 再加上腥粉和干面粉 再加上全体旁边 放一下 盖一下啊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下步呢 我就要把它洗的话 处理这个副料了啊 然后呢 把里面的那个 这都是洗干净了啊 然后把那个花给取出来 哎呀 我插一句 嗯 您下一步肯定是要给它飞水 我又给它飞水 我先点火 我又不客气 不客气 哎 韩多人啊 非常文明 不是文明 这是现在大家的文明 现在非常文明嘛 发言很幽默的 我们在杭州的时候 在那么多人 呃面前做的东西 非常的有热有力 您准备把这个鱼排 献给买的 运动队 我们那是杭州啊 也靠近了这个东海之地嘛 对 借了这个地理位置的 有力条件啊 经常能吃到很新鲜的 这个 周三的小房子 而且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个国家的 这个运动队里啊 这个很多都是南方人 很多人的口音 都跟您差不多的 所以很想吃到 这个妈妈菜 和香香菜 这个菜 您畅想一下 先给谁吃 是给董浩天的 还是给 我最喜欢的 是 刘翔 刘翔 上海鲜的咸手啊 对 姜赤咸手的口味 可能都适合这个 比较清淡的 好 那我看 这个 就是说 我妈妈 给你吃的 我也喜欢任何 全国各地来的咸手 都喜欢 最好是能够 吃好了啊 对 为何生瓜 为何生瓜 都是成绩 接下来 邦阿姨又开始 炒烫西兰花了 在水中加入油和盐 将西兰花 炒烫得更加翠绿 谢谢了啊 帮忙 帮忙 好 我有机会 也帮你教你 谢谢邦阿姨 那又要教你帮忙了 要喝水了 要淡黄 要淡黄 我这个淡黄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鱼变成金黄鱼 所以是比较心 哦 对 能够食欲大增 是黄鱼 是黄鱼 没有要是黄鱼 金黄色的金黄鱼 这是真是名副齿石了 好 烟得差不多了 你看有点 有一点点水出来 对 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生粘 炒出来了 炒到我手里 帮你手里 有点心意啊 没关系 你手里 住在内陆的人啊 很难得有这个心味的 我们那里真的天天有鱼吃啊 有鱼吃 嗯 现在这里这里边呢 我要特别炸鱼了 给它沾上个面粉 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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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点的三粉 哦 为什么要凉肉粉 凉肉粉呢 三粉的比较适宁 这个肉身嫩一点 这面粉呢 能够上的姜 像这个 在面上三张 好 再来一点冷净粉 哦 因为容易啊 吃心 对 边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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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又来帮忙啊 哎 我这个是小宫嘛 咱们吃点 吃点吃点 这个颜色很漂亮 接下来报阿姨 将粘好蛋液的小黄鱼 一条条下的锅里 炸到金黄色 吃点 OK 好 哦 真是金黄色 好 我们刚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弥虎 弥虎 炸到金黄色的小黄鱼 就可以按顺序出锅了 看着摆盘 您觉得它像什么呢 我刚才把这个 抽象过的吃完饭 已经摆好了 对 这形状好像有点面熟 我们看看摆了 摆了一会儿 摆了一会儿 好 现在还有一点 不时庐山真面目 我们将最后一块炸好的黄鱼放到盘中 您是不是已经看出它的样子了 现在呢 我把这个菜关起来 这样断一断 像什么呢 三百钟打出来 真是栩栩如生的一把折扇 巴一告诉我们 扇子也是杭州的特色 把这来自杭州的奥运健康菜花样鱼排摆到这折扇上 充分体现了杭州的特色 欢庆奥运的热情 花样鱼排制作起来都有哪些要点呢 首先处理好鱼肉之后 先后加入盐 味精 料酒 姜 腌制 在鱼肉上加面粉 生粉和胡椒粉 然后沾上蛋液 炸到金黄色即可 低油低盐的烩菜 是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大厨和运动员们共同推荐的美食 明天 NCM的全职太太王燕 会献上一道陕西烩菜 这其中都有哪些制作窍门呢